好舒服喔 腰蜜 我還敢退一趟一趟 你看這個貓箭 梅園部落 它旁邊是大安溪 然後有個梅巷橋 旁邊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秘境 這個秘境呢 叫做天狗溫泉 我覺得來這邊還是要穿一個 桃花式的家裡 因為看鍋鞋它是有上下滑 旁邊那個橋旁邊下切下來之後 馬上就看到 你看到有什麼八千木 就是溫泉的地方 超近耶 應該是從我史上走過 秘境溫泉最近 最快到達的地方 這裡啊 這叫做天狗部落 那這個部落啊 它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為什麼叫天狗 你知道嗎 因為啊 它遠遠看的時候啊 像是一隻狗 趴在那邊 所以 它就是天狗部落 所以它現在是挖出來 它真的會有溫泉 是因為 那個這邊的工程人員 在施工的時候 挖一挖的時候發現 欸 這個水內熱熱會滾耶 才發現有溫泉的 應該是這樣吧 它的可以泡的範圍滿大的 欸 這裡是天狗溫泉 你知道它還有一個更漂亮的溫泉 要往上走 叫雪劍溫泉 可是要走很久 這也是石頭跟沙子很多 所以 防滑鞋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不然拖鞋很容易打滑 好啊 我從這邊下去 這邊已經是有溫度的水了耶 是硫磺味的 淡淡的硫磺味 對 很舒服耶 有溫泉 超 水超暖的 而且它是 硫磺泉 有淡淡的硫磺味 好舒服喔 腰圈 然後這邊的風景很好 你們看 這邊 冒煙 我覺得比我們上次去玩的 馬林溫泉好太多 馬林溫泉應該是說 它的溫暖的地方 太集中了 而且很燙 就集中一小時一小時一小時 然後可是這邊比較範圍大一點 我覺得這邊很棒 只是它真的蠻淺的 有多淺啊 來 我來拿去給你看 待會的小腿肚子到了 然後你走下來 你會發現水是有點 沒有很溫暖 但是啊 你會發現 沒有泡泡的地方 你看你看那邊泡泡的地方 就是溫泉湧出來的地方 那個 那周圍會比較溫暖 那邊是超暖的 好像可以在這邊睡一下